感谢诸位前来参加我的寿宴 在这里我要宣布一个消息 谭台诀与石家大小姐石念秋的订婚宴 将在下个月三号举行 届时 我不同意 我宣布 我 谭台诀 和石家的婚约 就此作废 放肆 你在这里发什么疯 赶紧下去 婚约本来就是长辈们的一句玩笑 就此作废 也是理所应当 这人兵可多 不想跟你吵 赶紧给我下去 坏了咱们谭台诀的脸面 坏了家族脸面的不是我 我早就跟你说 我有喜欢 就算是娶 我也是娶她一个 各位 今天我在这宣布一件事情 遇见你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是心 什么是爱 你愿意嫁给我吗 安安 杰哥哥 我愿意 杰哥哥 我愿意 桑安娜 发什么疯 不好意思各位 让大家误会了 其实我和杰哥哥 早就在一起了 今天也是商量好了 要给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 至于杰哥哥 和石家大小姐的婚约 两家其实早就商量作废了 桑安娜你发什么疯 我什么时候说过 杰哥哥你可知道 你喜欢的那个野丫头 是个什么货色 她为了接近你 可是和雨家大少都有一腿 这样的女人 根本配不胜利 配不配得上我 杰哥哥 你猜京城世家 有多少女神喜欢你 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选择了 香野山鸡做了伴侣 那她 还能活过明天吗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我可是个女人 你不要侮辱女人的赤子西 你敢动她试试 我是不会给你这些 我不动她 她有其他人 你获得了她一时 获得了她一世吗 只要你稍有松懈 一个没权 没势力 没背景的女人 瞬间就会被丝绸碎片 你猜 今天晚上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 多少个人想着她动手 杰哥哥 确定你能护得住她吗 各位 我和杰哥哥的好事将近 到时候希望大家都来捧场 你快 安安 你听我解释 我是想退婚 是想和你求还 我真的喜欢你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 放手 安安 你生气打我骂我都行 但你别走行吗 杰哥哥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她明明已经和那么多男人 纠缠不清 你喜欢她什么 安安这么优秀 追她的人很多 很正常 我只是她众多追求者中 最特殊的一个罢了 谭太绝 看来你还是没有清楚 我到底为什么生气 以及你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果然我们不是一路人 就像你说的 优秀的人身边 总是不缺追求的 所以从此以后 还是没有必要了 安安 不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的人 谭太先生 这些话 还是留给别人吧 我承受不起 告辞 安安 把她带走 妈 这是干什么 当然是要留下证据 到时候就算她不想承认你们发生了关系 只要手里有这个把柄 她就必须得乖乖停 妈 还是你有办法 段座快点 我去外面帮你看着 您就放心吧 臭女们 喜欢装清高 现在还不是落到我的手上 想 弹台曲 等老子把你女人睡了 得到世家的帮助 看你拿什么 看你拿什么 给我挣 等你变成了没人要的烂货 老子一定好好 找几个男人好好满足你 你 你没重要 就这点伎俩你也想算计我 真当我好欺负 所以你根本就 我根本就是装晕 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到你真是癞蛤蟆 找青蛙 长得丑 玩得还挺花 既然你都知道 那我也就不装了 自己把衣服脱了 否则 别怪我不怜香西域 好久没有打畜生了 正好拿你练练手 既然你不识台诀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让你回去 我让你打人 我让你下药 我让你强剑 我让你下药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怎么在这 什么声音 谁在里面 你怎么在这 什么声音 谁啊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要休息了 赶紧下去吧 休息 让开 谭太绝 你一个人在下面招待客人 多失礼啊 打死你 臭傻逼 我打死你 怎么回事 你怎么来了 哥 这个女人 她勾引我 我 我不答应她 她就对我动手 你看 我勾引你 你才没有镜子 总有要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刚才还和一个男人 在那秋缠不清 像你这样的女人 当然是见一个勾引一个 闭嘴 快给你嫂子道歉 嫂 嫂子 嫂 嫂子 谁是你嫂子 我刚骂完你 嘴巴给我放干净的 疼不疼啊 疼不疼啊 哥 你听我说 这都是误会 误会 我们就 是和嫂子开个玩笑 你这个混账东西 还不快给我闭嘴 这种事情 也是可以开玩笑的嘛 年年 竟然在我寿宴上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爷爷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就是一时糊涂 爷爷 对啊 爸 小青 他已经知道错了 他也是个孩子 你看他都已经受到 引用的惩罚了 你就原谅他吧 而且 他们也没发生什么呀 要是真的发生了什么 我就亲手宰了你 邓爷爷 您和我爷爷是好朋友 这件事与您无关 与谭台家也无关 缘有头 债有主 我知道 您一定会给我一个答复 我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他 念念 今天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 不如让小绝 好好陪你出去走走 散散心 这么说 您同意我俩吗 是 同意我们俩个在一起了 军爷爷 我还没看过谭台家 你呀你 今天要不是念念放你一马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给我到书房跪着去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吃饭 是 爷爷 还有你 如果再有下次 你 谭台家的主母 我就换个人当 是 是 是 我再也不敢了 我说过了 我们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谭台君 从今以后不见 我让你带人出去散心 你怎么把人给我带丢了 他跟我说 让我亲自去道歉 得到他的原谅才行 算了 我明天就折出这张老脸 带你亲自去石家 登文道歉 出了这种事 道歉的态度 要端正 总裁 公司这边有份 加急文件 需要您尽快回来处理 好 我知道了 爷爷 公司那边有事 道歉的事情 下次再说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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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谭台卿做的 将军不愿意去 我自己去 念念 爷爷这段时间 升级很快呀 嗯 不知谭台先生 今日大假光临 鬼干呀 喂 安恩 你在哪 你管我在哪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跟你说了吗 没有娶个石家 大小姐的原谅 就不要来见吗 安恩 我只是想和你吃个饭 嗯 那好吧 你说的 只是吃个饭 好 安恩 你在哪 我去接你 不用 你把地址发过来吧 我自己过去 哎呀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为什么 没什么 我要回家 跟我的未婚夫去结婚了 我们不亲不出的关系 也该结束了 安恩 你一定是骗我的 你刚才还在手机上说 谭台卿 我未婚夫的爷爷 都已经到家里来提亲了 而且 而且从你一开始隐瞒身份到我身边 我们就注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好缺好散吧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隐瞒身份的 这婚约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又能有什么用啊 我和他 虽然是毫无关系的商业联姻 我们也没有见过彼此 但也是没说之言父母之约 我只能嫁给他呀 你的丈夫 只能是我 我不会把你交给其他人 可是 可是我未婚夫说 会对我好 而且一辈子只缺我一个 这话明显就是骗你的呀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那可是 他说他爱我 而且他追了我好久呢 或许 有个人宠着也挺好 我告诉你 这种花言巧语的男人 更不能行 他指定是个花花公子 别可是了 你们这场婚约 本来就是毫无感情的商业联姻 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骗你的呢 没准啊 他背后还是个吃喝嫖赌 还家暴的男人 说的有道理啊 探猜局啊 没想到你骂起自己来 真是一套又一套的呢 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 赶紧上菜吧 目标已经出现 现在跟上去 不留活口 安泰绝啊 你看后面那辆车 好像从饭店出来之后 就一直跟着我们 坐稳了 我试试能不能把他们甩掉 他们 他们就是在跟踪我们 就他们那几辆车 还想吹上我 做梦 是萧姨 她亲自来对我动手了 前方山路弯道 是事故多发区域 请谨慎驾驶 前方又是山路 一旦上了山路 他们再有那种 送死的方法追我们 我们真就变无可避了 冲心 我不会让你说实的 这 他们疯了 这就是冲着杀我们来的 谭大决 对不起 我连累了你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 一个是 就是我的是 小心 小心 谭大决 娘娘你醒了 爷爷 我这是在医院 我怎么了 年年 你睡了一整天了 一整天 那谭大决呢 他应该是和我 一起送过来 他现在怎么样了 你最后 做好心理准备 无论他怎么样 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 你确定 我怕你见了他 承受不住 确定 我一定要见到他 谭大决 你醒醒 你不是早就答应过我 你要照顾我一辈子 你要保护我一辈子吗 你干嘛呢 你醒醒 只要你醒过来 我就答应嫁给你 行了行了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醒过来 我答应嫁给你 你 你没事 你骗我 心口疼 哪儿痛 这 对不起 我认错 我接受石小姐的惩罚 少耍花江 我不骗你 你是跟我共度一生的伴侣 我对你肯定不说谎 行吗 这话说得有点早了吧 刚刚你都亲口说要跟我结婚呢 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还能反悔呢 你先去求得石家大小姐的原谅 下来说这些 安安 我意识到错了 等我出了院 我会亲自登门道歉的 等到他原谅之后 我们就结婚 好不好 好 那我等你好消息 是不是压倒你的伤口了 没事 多怪凤安娜和小爷的气话 只是他们不知道 当时你也在车上 看来 要把解决凤家的事情 提伤日程了 凤安娜 你伤了我无所谓 但是你不该连累谈胎诀 谈胎先生 合作吧 他怎么在这儿 谈胎诀好像也是排名第三 难道说 啊 没什么 这样 一会儿拧我的身份去见三爷 然后答应跟他履行合约 嗯 我会在旁边的屋子盯着 请问您就是三爷 是 既然施小姐来了 好 你个谈胎诀啊 这马甲比洋葱还厚 三爷 石家这次需要你 要求我昨天说过了 只要施小姐主动和谈胎诀解决 他就是三爷 我一定会出手 帮忙对付凤家 我 我 我 怎么回事 居然是退婚 我怎么敢替大小姐同意啊 只要施小姐同意退婚 我会帮施小姐找到更好的 保证施小姐满意的 三爷很抱歉 我不是 好了 这次合作就此结束吧 安安 你怎么来了 我向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施小姐 总裁 退婚什么的 我真的做不到 还是你来吧 做我 施小姐 石家的一个打工人罢了 都不知道你还有三爷这个身份呢 你听我解释 解释吧 我听着呢 我 三爷啊 你最好一次性把身份全说出来 不然你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 我这小心脏承受不住 我向你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瞒你的事情 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三爷 您的保证 现在真不知道该不该信了 安安 施小姐 三爷既然已经答应了 那就退婚吧 三爷 那我就代表施家 同意和你的合作 也请三爷说到做的 安安 这次 我和石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可以答应我了吧 你都还没求婚呢 我怎么敢答应 我马上派人去布置 明天就跟你结婚 我要让你做全京都 最幸福的女人 是啊 可你未必会是全京都 最幸福的男人 这些人 都是你找来的 不是我呀 一小姐安排的吧 安安怎么还没来 她到哪了 别急嘛 一小姐马上就来了 安安 你好美啊 欢迎大家来到 谭台爵先生 为我准备的求婚仪式 借着这个仪式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安安 你先过来 我们按照流程来好不好 前几天 你当着大家的面 已经宣布了 石家和谭台家解除婚约 谭台爵 你听好了 我石念初和你的婚约 就死作废 从此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小菊 替我跟你爷爷求求情 不要让我出国好不好 这么多年 我等你没有过来 也要苦劳 小菊 我求求你 你替我求求情吧 哥 哥 我错了 我不敢对嫂子 动心似的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真的不想出国 小菊 这件事情 涉及了我们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 我交给你 你看着办 爷 安安还没有答应要嫁给我 为了我们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 他们两个 必须送回去 你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让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 产生嫌隙 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自己滚出国去 是 小菊 念念的孩子有没有说 打算什么时候嫁过来 为什么就不能恕我 时间不早了 爷爷 您早点休息 我 妮妮 我回来了 你放着好好的正门不走 怎么又跳窗啊 我想明天带你去见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我有什么好见的 是我 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我最爱的人 新少爷 我当是谁呢 你不是得罪十年初被关起来了吗 怎么又逃出来了 新少爷 你想不想得到谭太家家主 和未知 口气倒不小 一个玩物 有这本事 既然我有本事逃出来 就有本事帮你拿下谭太家 好 我帮你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得到利息 像你这种淫荡的女人 玩起来 肯定别有一番滋味 秦少爷 只要你肯帮我 我就帮你解决掉义安安 和谭太局 不是说要来接我吗 怎么还没来 念念 当初是我太过自大 自以为能够处理一切 差点错过了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念念 你愿意嫁给我吗 所以你再次把我约出来 就是为了要再次求婚 念念 我太爱你了 我想彻底拥有你 你要是不喜欢这种求婚方式 我可以换一种 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 我可以勉为尽难地答应你啊 念念 你终于是我的了 一本 看到了吗 一本 那个女人啊 走吧你我的一干二净的 等我解决我 我会帮你远走高飞 从此就可能爱夫妻 向前 求求你放了我吧 行不行 放了我 你说什么呢 一北 早解决了义安安那个贱人 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我 疯子你就是个疯子 公益 既然还敢骚扰你 我一定不会放 老张这是一家公司 老张 怎么 没怎么 山少爷 滚一辈 你给我滚出来 快走啊 有危险 一安 你这个蠢货 没想到你真敢来 曲向琴 你不是死了吗 你们这些家伙一个个都想利用我 尤其是冯安娜那个傻子 还以为我还会像当初一样对她为名师从吗 所以那场火灾是你做的 对 冯安娜那个贱人放我出来 我就一刀割了她的喉咙 一把火将一切毁灭 所有人 所有欺负过我的人 统统都你死 坦坦青 贼爷的惩罚你还没吃够吗 坦坦君 你去死吧 都去死 冷静 冷静 去死 你来救我 是不是心里还有我 你想多了 我是怕你死在我们谁家的大楼上 安安 我知道错了 许向琴现在就是个疯子 你原谅我吧 我会对你好的 抱歉 我对垃圾不感兴趣 救了你就赶紧走开南城 否则我会让你们公家在南城都活不下去 你原谅我吧 我杀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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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一杯 谭太决 今天你就和你的小情人一起下地狱去吧 你 你怎么还没死啊 你别安安动手 你不然怎么样了 谭太决 我不怕告诉你 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个疯子要杀义安安 你们今天两个 必死一个 把他送去警局 你谋杀罪名起诉 让他一辈子出不来 一杯 你为什么爱护着义安安 为什么 你这个贱人 你给一杯偿命吧 这味道是汽油 爷 你说 我们一起去死吧 安安安 竟然被锁上了 门被上了锁 赶紧去拿工去 是 你疯了 这洞大楼里有上千人 你要把他们都害死吗 他们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他们才死的 是想请你冷静 你要杀的人是我 放过他们 好啊 那就从这里敲下去 好 我跳 只要你放过他们 好吗 跳下去 快点 安安安 安安安 终究还是死在我的手上 安安 雪上青 你放了 安安 天上有亲友 你别过来 安台青那个家伙居然没有解决掉你 好啊 今天我就送你们去做王命鸳鸯 雪上青 去死吧 安安 你没事吧 不是都跟你说了 这么危险 你别来了 当然先保护你了 为什么 我还年轻 我不能死 在这儿 安安 是我说了 你没 我爱你啊 不要看 剩下的我会来处理 发红包 念念 发红包 我来了 紫禁 抢红包了啊 一个红包五百块 先到先得 念念 跟我走吧 师爷呢 我宣誓 结婚之后 我所有工资全部上缴 没有自己的小辛苦 我的是老婆的 老婆的还是老婆的 跟我走吧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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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